大家好 我是沈滿 我們這一集要玩的是獵腿皇 他特性有色眼鏡 可以講效果不好的招是以正常的威力使出 比如說你打對手原本是減半 那打下去就會是一倍 但是如果打他是四分之一的話就會變成減半啦 我們讓他帶了銀頭一擊 這個蟲系的最強先知機 威力90優先度-2 但是只有在上場的那一回合可以用出來 因為獵腿皇攻擊種族值只有102啦 所以我讓他帶了講究頭呆 但是帶了講究頭呆 用完銀頭一擊之後就必須得換下場啦 因為被綁了銀頭一擊 但是又只有上場的時候可以用 所以我們帶了保姆曼波 當獵腿皇的隊友啊 銀頭一擊放完 我們就換上保姆曼波 然後再用快速折返 換回獵腿皇繼續銀頭一擊啦 最後一隻就出完P雷彈吧 打他的惡鬼碰 然後我們夜律暴震 應該是可以秒掉岩石巨靈啦 第一隻五道雄獅 五道雄獅有點麻煩 他的物防算是蠻高的 而且有可能是氣勢皮帶啦 所以我們獵腿皇 秒不掉他可能還要被他反殺 那我們就先換上保姆曼波 來扛一次的傷害 這個人很貪耶 還在打劍我 他也覺得我要換人是不是 那我們這邊就快速折返吧 應該還是秒不掉我啦 按鈕牆解 OK 我們還是很硬的 快速折返回去再回一點血 至少我們這邊先把他的披帶打掉啦 這邊就獵腿皇上來了 銀頭一擊的時候到了 我們太金蟲加上講究頭帶 銀頭一擊就有機會收掉他了 行步 直接秒掉了 五道雄獅 血量防禦都是100 這樣可以收掉 代表我們傷害真的算蠻高的 門真一把上來 反正不管怎麼樣這邊又是得下場啦 這邊是加速度那還行 我們換上保姆曼波 有機會撐住啊 頑皮雷彈的話 會撐不太住 尤其是他速度是比我們快的 我們兩下頂不住啊 我們寧願送掉保姆曼波 也不想送掉頑皮雷彈 看起來傷害還行喔 141變71滴的話 打了70滴 我們還是有機會撐住的吧 唉唷 OK 好險 剛才打70滴算亂數大的 直接反殺爭議吧 保姆曼波有點強欸 先頂住了一次劍舞過五道雄獅的暗命牆 然後再頂住月亮之力 而且是頂住兩發月亮之力啊 我們就冰凍之風 直接神速了欸 他沒有要貪龍之武 那我們先換上頑皮雷彈啊 用10萬伏特先破掉他的多重雷彈 而且10萬伏特有機會 讓快龍陷入麻痺狀態 然後到時候就不能動 來 10萬伏特 因為打伏特替換有一個危險就是 如果他這邊是射零射過來的話 會射在獵頭王身上啊 麻痺一下 沒有 真的是鈴射 但是鈴射沒有中 我今天好像蠻走運的喔 再來一發 直接神速了欸 受不了了 OK 麻痺了 這邊就算他把我收掉 我們獵腿王都還是可以打贏他啦 喔 麻痺不能動 今天的我 真走運 我感受到了喔 今天運氣應該都還不錯喔 成功收掉快龍 那就感謝指教啦 第二場也要先手發獵腿王 當然這場可能不適合出寶姆曼波啊 他沒有特攻寶可夢 我們鏡面反射是完全沒有用的 那我們上頑皮雷彈吧 他這個水系寶可夢還蠻多的 然後最後一隻出眷戀雲啦 眷戀雲可以打幾級龍 然後艾露雷奪 第一隻長矛巨魔 長矛巨魔一定是上來放爽搶的 但是二作劇之星的優先度是只有加1 我們銀頭一擊是加2阿 所以我們放銀頭一擊的話會比他快 有機會直接秒掉他耶 我們直接太金化銀頭一擊 讓他連牆都放不出來 來了 這麼硬喔 還是被他放出了反射幣 那我們上鮮戀雲好了 他這裡會再補光牆 我們鮮戀雲上來 可以用蠻力順便疊一下我們的攻擊還有防禦 然後他也沒辦法對我們用拋下狠話喔 因為我們是暢反掉 拋下狠話會變成加攻擊阿 直接拋下狠話了 他連光牆都不放耶 這邊直接幫我加攻擊 很舒服喔 唉唷 還不賴 幾級龍上來 這裡是沒辦法換人的啦 因為換上頑皮雷彈跟獵腿 被冰嘴打到我看是都會死得很難看 所以必須打過去 而且他這裡我覺得會按太金化啦 太金化有可能是太金幽靈 所以就不打蠻力了 打稀鬧好了 鐵頭是可以拚畏縮啦 但是他反射幣還在 而且他太金化的話打他就沒兩倍了 然後又沒有本系加成 我覺得打稀鬧拚一點傷害吧 欸也不至於這麼癢吧 有反射幣是沒錯可以減半 但我們也加過一次攻擊也是本系捏 打他也太癢了吧 沒關係 他這邊太金地面算是給我了一個機會 頑皮雷彈上場 我們夜律暴震可以直接秒他 而且他是沒有放光牆的 他如果這個時候再換上長毛巨猛 長毛巨猛也會被我秒 而且他水系寶可夢很多 他這裡我覺得只能送掉 然後幾集龍啦 沒換人 那就是下去 OK 這樣還算賺喔 他太金化沒了 然後我們都各死一隻 然後各一隻黃血 相同局面 然後他太金化繳掉 不過他最後一隻寶可夢還沒亮出來 這邊換上長毛巨猛 就是想要放光牆 但我不想要送掉彎皮雷彈 我們就換上獵腿王吧 反射必勝一回合 但是有可能是光之黏土啦 我們就看是不是 如果不是光之黏土的話 我們這邊換上獵腿王 然後再用銀頭一擊 是可以收掉長毛巨猛的 真的是補光牆 沒有 是光之黏土沒錯 他這裡 應該是沒什麼技能能打 要也是打拋下狠話 所以我們這邊 就打 極速則販吧 因為銀頭一擊 如果打下去的話 他換人 我們就必須送掉 頑皮雷彈 果然是拋下狠話 他可能覺得我會打銀頭一擊吧 沒有 我要打極速則販 艾露雷彈 沒過半 所以我們打銀頭一擊 也收不掉他 換上頑皮雷彈 這裡比較麻煩的是有光牆 而且艾露雷彈 有可能是突擊背心啊 然後加上他的特防115 但是沒關係 我們就是拼葉綠暴震 葉綠暴震還是有機會收掉他 OK 要害 我就說我今天很走運 可以 一換一賺 然後我們獵腿王就跟他長矛巨魔單挑了 他長矛巨魔 確定三招了嘛 雙強跟拋下狠話 那最後一招頂多是靈魂衝擊而已 所以我們這裡就打 急速則反就可以了 因為打銀頭一擊的話 萬一沒打死 我們就輸了 投降了 那就感謝指教了 這場一樣先上獵腿王 然後跟保姆曼波 都是一樣打游擊 我覺得他可能會先上九尾啦 上來開晴天 最後一隻就出眷戀雲吧 眷戀雲可以打烈雅露莎跟路卡利歐啊 一直果然是九尾 這裡我們就直接ALL IN了 泰金蟲 銀頭一起 直接把他秒掉 這裡看起來是效果不好 但是因為有色眼鏡的關係 其實打他是一倍的 來 秒掉 OK 直接收掉了 想不到吧 正義法 那我們就一樣換上保姆曼波 他正義法是靠晴天才觸發古代火星嘛 所以有可能是講究眼睛之類的 這樣傷害也有速度也有了 是打力量寶石 力量寶石很癢欸 他如果是講究眼鏡的話這邊應該會換人啦 不過我們就打鏡面反射好了 還是有可能會繼續打過來的 喔 不是眼鏡 換成了月亮之力 還是很癢 但是鏡面反射很痛 直接打出了皮帶 剩一滴 那我們就打快速折返就可以了 他如果換人的話 我們也可以快速折返換上獵腿王 沒有 我換人繼續扁 但是我沒死 這邊回去 再回血 不得不說保姆曼波是真的噁心 這邊再換回獵腿王 路卡利歐 路卡利歐比較麻煩欸 因為他是格鬥加上鋼 我們銀頭一擊打他 是四分之一的傷害啊 那有色眼鏡算上去也是減半 所以銀頭一擊是秒不掉他了 而且我覺得打地獄圖師也收不掉啦 我們就 先打極速折返好了啦 OK 我的速度還是比他快 極速折返這邊算是減半啦 也沒打過半 那我們就換上保姆曼波啦 鬼姬 他這個是特攻 路卡利歐欸 沒關係 我們就快速折返 快速折返完之後再換回獵腿王 打一頭一擊 撥導彈 好痛啊 我直接死了 他生命寶珠喔 OK 那獵腿王上來 他這邊變成太金剛的話 我們重新打他變成減半 然後配上我們有色眼睛 就會變成一倍的傷害了 所以銀頭一擊就可以了 成功收掉了 那就感謝指教啦 第四場 這場高賽該上場啦 因為我覺得他可能會先上大扭啦 那麼高賽 可以扛格鬥又扛毒系招式 然後第二隻就是獵腿王 最後一隻出力喔 路殺好了 OK 第一隻果然是大扭啦 我們高賽扛格鬥是四分之一 扛毒系是減半 所以要這裡打什麼技能過來 估計是都不會很痛 那我們就直接貪復古了 喔 他是幾掌奇襲 一般寶石 然後輕裝的 這樣子的話他可能會有雜技餒 駭金飛行雜技打過來很痛 我覺得可能會按不出復古耶 我們直接打一念頭最好了 一念頭最打的是四倍啦 觸發速擊的話也是可以直接秒掉 近身戰 近身戰打我是 四分之一的傷害耶 真的打近身戰什麼意思耶 而且我速擊也沒速發 怪怪的喔 正義法上來 正義法的話 我們先打一次的攀鋪好了 拼個衛縮啦 因為垃圾射擊 我其實不確定能不能秒掉他 其實換成必備武器也可以啦 我看到有觀眾在講 因為垃圾射擊 我其實有時候也不太敢按 有點抖抖的 不過我的高賽垃圾射擊 好像到現在還沒有miss過啦 OK 速擊可以 攀鋪來衛縮一下 唉唷 攀鋪這麼痛啊 完了沒會說 攀鋪這麼痛的話 代表垃圾射擊是可以直接秒掉的 正義法這麼軟 換上獵腿王啦 雖然說他幽靈系加上妖精 我們迎頭一擊打他是四分之一的傷害啦 但是他也殘血啦 而且因為有色眼睛是變成了減半 我覺得是收得掉啦 OK 還是秒掉了 OK 還是秒掉了 鐵經紀 但我們這裡也必須換人啦 沒有辦法 再用一頭一擊了 先換上烈牙露殺 這裡不至於被秒吧 鐵經紀沒有這麼痛啊 鐵經紀沒有這麼痛啊 喔 龍之舞 泰金蟲 那我覺得他是有飛彈針耶 飛彈針的話我們 料露殺按泰金剛好了 然後零射可以抄他車啦 果然是飛彈針 那應該是癢癢的 OK 他這種應該是老錢骰子 射四下 零射 好險的中 OK 要害 也是四下 這邊就打鐵頭了啦 鐵頭是比較穩啦 要是零射又沒射中 呦 沒死 不可以說 他也沒有 不過這個錢讓我們 銀頭一擊也是一定可以秒啦 不過打零射就算沒秒掉 銀頭一擊應該是也可以收掉 半血的鐵經紀啦 那我們就交給獵腿皇啦 直接贏頭一擊 直接贏頭一擊 成功收掉鐵經紀那就感謝子教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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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